本集特别介绍澳洲从享誉全球的自然奇景 蓝山国家公园 以及独特的人文体验登山脚链车之后 在阳光之旅澳洲大宝礁12天深度游 这一集要特别介绍澳洲美丽的牧场生活 以及惊喜的海底世界 前进全世界自然遗产数量排名数一数二的澳洲 不只能跳入海中的大宝礁 亲眼观察热带雨与海底珊瑚礁 美丽的水下奇景 还可以前往蓝山国家公园 从山顶上往下眺望 薄薄一层的蓝色雾海 不在树海之上的梦幻景象 而更让全球观光客疯狂的是 这里还有全世界最多的绵羊群 也因此大老远飞一趟澳洲 这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当然也要来亲身体验一下独特的牧场生活 我们现代人大部分都是从supermarket买到的 所以也不太容易真的去看到这些动物 然后知道它整个制作的过程 所以这次我们就特别安排让大家过去 然后亲自看到他们说怎么样去养羊 怎么样去挤羊奶 那农庄的主人也会让大家有体验 去试试看怎么样去挤羊奶 这样子的体验就是 让我们更贴近一下大自然 才知道说我们平常在超市里买到的东西 它到底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 不只真正走入羊群学习做牧场主人 更让人惊喜的是澳洲也是全世界拥有最多袋鼠的国家 根据统计全国袋鼠的数量至少有七千万只 其中超过六千万只都是衍生的 也因此走在澳洲草原上 悠闲地泡茶看袋鼠跑来跑去或彼此息息打闹 对当地居民来说可是一种定位的休闲享受 它的特别在于说 因为以前的澳洲人他们都去很多的像森林 农庄里面工作 那所以他们会有泡茶的习惯 那泡茶因为要就地取材 所以他们就用很多的铁罐 或者是像空的牛奶罐 在柴火上面烧 烧好烧滚了之后呢 再把茶叶放进去 那为了要让这个茶叶可以快速的沉淀 所以他们就要用以离心地的方式甩 大概三到七次 让这茶叶能够迅速地沉淀下来之后 然后把茶倒出来 那加上牛奶 它就变成当地非常有名的Billy Tea 就是奶茶 独特的庄园生活外 整个澳洲旅游的行程介绍当中 面对许多观众粉丝来电 纷纷询问前往世界七大自然情景之一的大宝礁 如果不会游泳怎么办 别怕旅游生活家也特别补充 只要游客懂得先选好有执照 又有实力的旅行社 自然而然就能获得 多样化的水上与水下活动选择 一样能在大宝礁留下美好回忆 平台上面我们会安排什么样的活动 就是你也可以去浮浅 你也可以去深浅 甚至于他们有一种 就是带了一个像帽子一样的 可以去做一个漫步 那都会有人可以带着你们 知道你们怎么去做 那如果真的不喜欢的人 你到了大宝礁 总不能就是因为我不按水性 所以我放弃看这些美景 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一个玻璃船 那玻璃船它的船底 我们就会往外开之后 你还是一样可以像去参加 这些水上活动的客人一样 可以看到那边的美景 详细说明澳洲旅游中 各种美景与活动外 面对美国华人旅游市场上 为了节省经营成本 而盛行多年的不让游客下车 只在游览车上看的游玩方式 旅游生活家更提醒民众 风光明媚的澳洲 全世界特有的庄园生活 一趟全家结伴好出游的行程 就应该要好好的让家人 都有机会伸出双手来体验 我们安排的时间 就是希望它时间的长短 是很合理的 可以适合所有的人 你想要带家里面的老人家去的 或者说你想要带小孩子去的 都可以每一个人的时间 都可以配合得上 然后在这样子的时间上中 我们也不希望说 让你们每天都在拉车 每天都只是在坐在车上 然后看的风景连下去都没有 连当地的空气都还没呼吸到 就得离开 所以我们做合理的安排 就是让每一站 每一个点 该去的地方 我们都会留给大家 足够的时间下来体验 那这就是我们在安排行程上面的坚持 打出2015年 唯一一团美国华人旅游界 最深度的澳洲旅游行程 阳光之旅澳洲加大宝礁12天深度游 11月11号出发 行程不含机票2688美元起 观众想了解更多行程内容 欢迎上阳光之旅的官网查询 东西新闻用治理中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